中国的中共保护协会 作为中方大型猫 合作对外的合作机构 一直以来 并尝着保护兴兴监管有效 和合作动静的原则 开展相关的工作 在合作庄的选择上 根据相关的管理制度 中方严格的 评估的工作 那么合作庄呢 不仅要有良好的 这个社会生育 和破切的合作愿望 更要有 完备的常管的设施设备 充足的实物来源保障 专业的 饲养管理团队 以及高水平的科研队伍 和持续发展的行业 那么经过严格的 审核和评估 马里都相关要求的 合作机构才能考虑 马里都合作的办处 中韩两国呢 于2016年开启了 大熊猫国际宝的合作 大熊猫原新和华妮 以拿了韩国 韩国爱宝乐园以后 被韩国人们 再感到许多的观众 大熊猫入宰 以及灰宝和瑞宝的出生 更是加深了 韩国人民对大熊猫的 了解和喜爱 在中国也吸引了大量的福宝 以及其他幼崽的粉丝 增强了中韩女的情感和连接 我们感谢包括 韩国战争的世界最多朋友 对中球大熊猫的关心和喜爱 也欢迎大家继续支持 以大熊猫为代表的 因为野生动物不是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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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 李宗盛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